欢迎收看news,今天是12月22号 大家看得出来啊,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忙 不过呢,我还是要为大家带来两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上次我们说到英国病毒产生了变异 造成了全世界的另一波恐慌 整个欧盟以及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对英国断行了 那么美国呢,还在犹豫要不要对英国乘客断行 不是断行,而是采取一个什么隔离的政策 那么我想,虽然现在美国说还没有发现英国的变种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可能应该有了 如果美国对中国那个英国不断行的话 中国可能要对美国断行了 今天这个新闻呢,确实是中国再次收紧了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 或者准确的说是收紧了前往回到中国的华人的检测的条件 那么之前中国在10月份出台了一个双检测规定 对搭乘直飞航班自美国到中国的人员 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在美国检测机构完成核酸和血清 Igm抗体各一次采样检测 获得阴性证明以后,根据核酸检测地按照领区划分 向中国驻美使领馆申请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 后来呢48小时变成了24小时 并且如果不是直飞的话 要在中转国再测一次 都是在24小时内要实行双检测 一下让回国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 结果随着近期疫情的二次高峰和英国这个病毒变种 12月19号中国大使馆又发了新的通知 他说近期从美国输入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大量增加 多数确诊病例呢 与旅途中转感染有关 部分也与中介机构实验室或者医院检测机构 违规操作及检测后不能遵守居家隔离的要求有关 截至12月19号美国的病例已经1700多万 可能1月份仍然有每周100万到230万的病例 为了保护中外乘客和航空公司的什么生命安全 助劳外防输入的防线 领事馆再次提醒大家 非必要非紧急不履行 同时对商检测又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12月23号美东市美西时间12月23号临时起 血清特异抗体检测 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通过静脉抽血的方式完成 检测报告必须同时明示血清 Igm 静脉血等字样 不再接受指尖血方式的检测 也就是原来的双检测 你可以在手指上戳破一滴血去检测 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通过静脉抽血的方式 要抽半管血 然后报告上还必须指明具体的检测方式 包括胶体晶法 这就是胶晶银的晶 这个咱就不解释了也不懂 化学发光法 煤连免疫法 还有三种这三种方法以外的测试方法 要注明具体的方法 然后从美西时间12月23号临时起 核酸检测 刚才是血清检测 核酸检测必须明示核酸 NAAT、RT、PCR字样外 还需明示具体的采样方式 包括烟氏子、鼻烟氏子 以及其他上述两种以外的 其他具体的检测方式 然后这次为了防止检测以后 跨州旅行感染 复华乘客需前往本人搭乘的 中美直飞航班起飞地进行检测 以前是美国 如果是在境内中转 他就不需要再次检测了 现在条件又苛刻了 必须从你直飞起飞的那个地方 在那儿进行检测 并送到实验室 目前中美有直飞航班的 就是六个地方 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纽约、底特律、达拉斯 西部三个、东部一个、南部一个、中部一个 这就堵上了 原来比如说一般的航班是在美国境内中转的 是在纽约或者华盛顿 然后到西部洛杉矶、九金山 再飞到中国 那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在当地先检测 迅速到洛杉矶再中转 现在他这个漏洞也补上了 那么从华盛顿或者纽约出发 你检测在当地检测是没有用的 你要飞到洛杉矶住一天去检测 然后再从那边买直飞的航班 然后起飞前完成BN、柿子、静脉学等采样环节 在原地等待检测结果 检测拿到检测报告后 迅速上传 申请发送健康码才能够登机 申请健康码时 出小程序规定的核酸抗体报告内容 请同时要同时上传 机票行程 起飞地采样证明 诊所报告 证明性 采样现场照片或者收据 总之呢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和复杂 本来呢中国要迎来2021年的春节 有些海外华人呢2020年就没有回去 甚至有些海外华人 国内的华人在美国待到现在 都没能够回国 希望在2021年春节呢 有的人希望过去过一个 回去过一个春节 有的人希望能够回家 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呢 整个2020的春节嘛 就是一场灾难 所以现在国内是力保 2021不变成另外一场灾难 所以收护照 不建议出国 也不希望人进来 就希望国内的这个春节 到春天能够控制得住 然后经济呢能够进一步恢复 特别是去年的整个春节经济已经完全崩溃 那么本来呢海外华人是指望疫苗出来以后 世界能够恢复正常 至少呢国际航班能够增多 回去了也不用隔离 甚至说机票能够恢复到以前的价格 但是现在这一切看来都要成为梦幻泡影了 好那么大家对这个疫情 中国会有什么发展 海外会有什么发展 以及这个什么时候 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国际旅行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 大家可以到我的电报群发表看法 也可以到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 看我一些增补的节目 电报群和个人频道链接都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好我们下个新闻再见 欢迎大家订阅